接下來做一些練習 我要在鐵鑰匙鍍 請問你鐵鑰匙放哪一集 烈放哪一集 鐵鑰匙鍍跟前面一樣 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 鐵鑰匙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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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有嗎 這個有女生嗎 有2號 2號 鐵鑰匙放哪一集 鐵鑰匙鍍 鑰匙鍍 鐵鑰匙鍍 裡面要有什麼鑰匙啊 為什麼要重鑰匙 裡面要什麼鑰匙 裡面要什麼鑰匙啊 裡面要什麼鑰匙啊 衫開始有鑰匙 衫衫 鑰匙鍍 鑰匙鍍 要有鑰匙鍍鑰匙鍍鑰匙 鑰匙 OK 我們老師說過,擬度物要放正極,背度物要放負極,是要有還有擬度物的金屬離子 所以鐵要使度捏,鐵要使要放負,捏片要放正,裡面還有捏,這我們剛才要你背要記的事情 再一個十七題,要在鐵湯匙渡銅,下列迅速何者正確,鐵湯匙渡銅,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還有女生嗎?9號!9號! 你答案選誰啊? A,請說,答案選的是A,你答案選A 好,說過,擬度物要放正極,背度物要放負極 銅湯匙渡銅,銅湯匙渡銅,銅湯匙要放負極,銅片要放正極,所以C錯 然後電鍍要用紗紙除鏽器的話,那去油物,所以B是錯的 然後電鍍後先用正六水沖,再用丙銅沖,水珠也是錯的 電鍍的時候用磁油電,鉛電池,我們叫做化學電池磁油電,所以可以拿來用,所以A是對的,所以我們答案選A 18題,誰是錯的?18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8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我們找一位,大帥哥嗎?26,26 你說誰?B是錯的,請坐下 錯的? 你渡物放正極,背渡物放負極 所以鐵片鍍銅,鐵片要放負極,金屬銅放正極,所以A對 要鍍銅就要含有銅離子的電解值,然後呢,我們電鍍的時候呢,就是正極就要,我們也是給他放銅,讓銅變銅離子,另外一邊銅離子變成銅,所以濃度不會變水C對 然後呢,如果負極的銅是要電鍍,電鍍會比較精純,所以豬是對的,不選 所以呢,我們要用擬度物的金屬離子,就是銅離子,可以用硫三銅,不可以用硫三C 所以B是錯的,所以我們答案選B,最後是我們的認習18,就是跟你講過了,把整理一下背的東西都背來就對了 謝謝,有人問答嗎?沒有,很好,請寫課堂練習